就在男人准备对妈妈动手时 女孩为了不让妈妈受到伤害 她捡起身边的石头 爬起来就朝男人追了过去 她用尽全力砸在男人的头上 直到男人被打得脑僵四肩 她才停下手来 可是在男人惨死后 法官却因为女孩无法证明自己是被强暴的 所以断定她不算是正当防卫 女孩也因此被判处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在进入女子监狱后 这里的狱友不但没有为难她 反而在得知她的遭遇后 每个人都对她格外的好 他们甚至将一只舍不得吃的香肠 拿出来给允英改上伙食 而允英也在狱友们一次次的安慰中 慢慢融入了这个小机体 她也终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可是好景不长 这天早上允英不知怎么回事 她病得连坐都坐不起来 直到被送到医务室检查后才知道 她怀上了那个变态的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允英彻底崩溃了 她发疯式地跑出医务室 直奔监狱大门而去 她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去把孩子打掉 但监狱冰冷的铁门丝毫不给她机会 她最终还是被赶来的狱警们抓住 被关进了小黑屋里 允英躺在地上哭得歇斯底里的 她不明白为什么老天要和她开这样的玩笑 狱友们在得知消息后也特别担心允英 本该是享受校园生活的年纪 现在不但进了监狱 还有了强奸犯的孩子 很快就到了出小黑屋的日子 几人推选了御师大姐作为代表去接她 可是刚到小黑屋 她就发现允英的肚子上全是抓痕 大姐心疼地将允英抱在怀里 嘴里还不断地安慰着她 劝告她要坚持活下去 当允英回到寝室后 几人便开始商量起了孩子的事情 有的人认为孩子是变态的种 应该把孩子拿掉 有的人觉得孩子是无辜的 建议允英把孩子生下来 但是他们的这种争论根本毫无意义 因为韩国的法律有明确规定 不论什么原因都不允许做人流 所以允英必须按照规定把孩子生下来 但她不想就这样屈服 为了杀掉腹中的孽种 允英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拿着玻璃就朝自己的肚子刺下去 在她马上就要划破皮肤的时候 却被寝室的短发育友发现阻止了她 事后育友们又聚在一起劝说允英 让她应该利用孩子给自己减刑 可允英却说她宁愿在这里关五年 也不想出去后在别人一样的眼光中活着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允英并没有将自己怀孕的事情说出来 甚至为了不让母亲发现 每次到探监的时候 她都选择了拒绝和母亲见面 允英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她让母亲不要再来 在外面好好生活等她五年 五年后他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好好的生活了 很快就到了二审的时候 因为允英的特殊遭遇 陪审团的人一致认为应该给她减刑 所以最终她的刑罚有五年减到了一年 而这个判决也终于让允英看到了希望 几个月后 允英的肚子越来越大 御友们常常陪着她一起晒太阳 还会贴着她的肚子和孩子对话 除了允英之外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为了孩子的健康 他们把分道的水果全都拿给允英吃 得知允英的梦想是考公务员 大家又想办法给她搞到了公考的书籍 可是允英拿到书后却小心翼翼地问道 听完允英提出的疑问 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不想让允英看不到希望 为了能够迎接小生命的到来 二姐用囚服做了件孩子的衣服 但是却遭到老三的吐槽 甚至连这块布都是二姐从衣服上剪下来的 为了能够给孩子做衣裳 几人直接偷走了别人晾晒的毛巾 等到半夜允英睡着之后 他们就开始忙活起来给孩子做衣服 第二天一早 老三刚醒来就发现裤子少了一截 原来是二姐用她的裤脚 替孩子做了件喜庆的衣服 就连育长也在特殊关照允英 她时不时地从外面给允英带最爱吃的食物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而允英也在大家的关怀中 终于到了羊水破裂的日子 剧烈疼痛发出的冷汗让她把头发都打湿了 但是她却并没有叫大家来帮忙 而是找出囤积了半年的止痛药 一把就塞进了嘴里 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 把鞋给每个育友的信挂在了房门上 当育友劳作回来发现允英后 他们当即就把允英送到了医务室 可是在手术台上接生时 允英因为不想生下恶魔的孩子 所以不管医生如何呼喊 她都不愿意使劲 医生们只好用力按压替允英助产 最终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允英却因为没有求生意识 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而育友们在看到允英的信后 每一个人都哭得像的孩子 信中说不尽的感谢和感激 若不是有这群好育友 允英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 不过幸运的是 允英终于在昏迷后的第五年醒了过来 她的女儿此时已经被一对有爱的年轻夫妇任养了